這裡有一張圖畫 這是一台寒空氣 這是曼菲爾時恩畫給我的 她就坐在中間最右邊的位置 沒錯就是她 時恩是一位非常特別的曼菲爾 她在午睡那一年 一場老婆眼看她覺得嚴重的受傷 導致她的朋友無法行走 需要依賴給你 但她並沒有放棄自己的夢想 但學會了十如幾次 更成為家裡經濟來源的蜘蛛 她的夢想 就是開一間糖果店 把歡樂分享給更多的人 我相信在場的每一個人 都有自己的夢想 我們現在的點點滴滴 現在的努力 都是為了編織夢想的翅膀 如果你們願意相信 這個夢想一定會成真 曾經有個前輩跟我說過 魔術師其實就像電影演員一樣 可以帶領觀眾進入生活中 不可能體驗的想像 魔術師的使命就是為人們 會傳造幸福魔法 現在我要把這個魔法送給你們 還要送給台下的許恩 只要你們願意相信奇蹟 你們的美夢一定會成真 此時光有眼淚 既然變成真 這麼多 這幾位觀眾把你們的鎖換下來把眼罩打開 這個禮物是送給你的 謝謝你對夢想的堅持 大家拍一張掌聲鼓勵一下 一大表演的時候 我原本是想要帶食人 就是這一位去現場看我的表演 結果那邊機構的人跟我說 麥貝的機構的人跟我說 老師老師你們知道嗎 我們這些麥貝全部都沒有去過遊樂園 我聽到的時候非常的驚訝 全部都沒有去過遊樂園 一輩子都沒去過 他們說對的 因為從來沒有這種機會 然後他們就請我跟一大溝通 能不能讓他們免費的進去 於是我就打電話給一大 肅立的溝通這件事情 然後接著一大也願意 贊助門票給他們 然後接著呢 工作人員就說 老師老師可是我們沒有 從新竹到高雄一大的遊覽車費用 我說好我要處理 最終促成了這件事情 所以這一天是他們所有的人 第一天 這一輩子第一次去遊樂園 都非常的開心 然後這件事情然後知道說 原來有一些事情是你奢收可得的事情 可是卻是別人的夢寐以求 那這我就會不會影響太大 好那你們知道 其他自身機的前提是什麼 要有自身機 沒錯大家拍拍手 你需要有一台自身機 那麼你應該覺得 你自身機是一件很帥很酷很炫的事情吧 不是的 是被嘲笑的事情 為什麼 因為自身機非常非常的貴 同行的魔術師跟我說 不買房子 不買車子 你買一台直升機 能當飯吃嗎 就只能耍帥而已 我覺得他們不懂 因為有些事情是 你現在不去做 以後 就再也 沒有機會了 我不是只告白 我想看到明天有人失業 2007年 我去韓國看了一位著名魔術師的 首舞跳演出 他在壓軸節目時 就變出一台直升機 那時候我坐在台下 哇 好厲害喔 於是我夢想著 有一天我可以在舞台上 變出直升機 這個夢想花了很多年的時間 終於有機會可以完整 雖然被嘲笑說 這是一個不值得的投資 可是沒有人想到 兩年後 2018年 亞洲魔術大師競賽 在列寧雅加達舉行 那次的比賽 跟以前的比賽 有什麼不一樣呢 以前的比賽 是你只要準備一套 最厲害的魔術去比就可以了 而亞洲魔術大師競賽是電視節目 每個國家派出一名選手 一翔PK 贏了進行夏威爾 總共有七回二 所以你要準備幾套表演 七套 而且是完全不一樣的作品 所以比賽過程一路接新 那這是我的魔術團隊 那每次我晉級之後 可能隔到一到兩天 就要錄製新的節目 所以我們差不多練習到很晚 有時候從電視台 回到半點已經是凌晨了 那我們就一關一關一關的過 接著到了第六場比賽的時候 是最重要的一場 為什麼 因為第六場之後呢 只會留下三名選手 來晉級總冠軍賽 其他的全部都會被淘汰 但第六場表演的時候 然後我發生了失誤了 不是我失誤 是我的助理失誤了 我有一個表演是 我會把自己消失 前面有兩個助理 會拉幾塊大步做遮蔽的動作 然後有一個拉正的 有一個拉反的 那個大步變成像蝴蝶結的形狀 造成遮蔽不完全 所以有些效果就無法呈現 就只夭著 比完賽後 我知道自己應該會被淘汰 我就讓他為了走出去 然後在外面上步了一下 接下來走回休息室 打開門 就看到那個助理 如果你是我 你會跟那個助理說什麼 你還好嗎 沒關係 你在說什麼 你還好嗎 你還好嗎 我看到的狀態是 他蹲在地上 然後很自責 然後不知道在幹嘛 然後就想說 好可憐喔 我就跟他說 跌倒了 要看一下地上 有沒有什麼寶貝 可以訓練捡起來的 然後他就笑了 比較舒服 然後其實我不怪他 因為如果這事物已經發生了 那代表 我做遲關機回去修改 這事物依然會發生 我回去一百次 只會得到一百種 食物的方法 所以我問自己 在這次食物的課程中 學到了什麼 如何避免 如果讓下一次更加完美 那幸運的是 我真的差一點點就被淘汰了 也可以說是敗部復活 最後順利的晉級冠軍賽呢 入尾冠軍賽的有 地主優勢的印尼 英魂不散的韓國 台灣 我最後就是表演職人機這作品 打敗他們 獲得總冠軍 你們知道總冠軍有多少錢嗎 說實看 有幾個人 一億 三千 五百萬 我瞞你們說 我已經是個億萬窩了 可惜這是印尼對付 印尼對付 印尼對付 印尼的錢 RT 只是印尼的錢 也是一筆大錢 我的助理就說 這塊牌子很有信念價值 所以他還不想要帶回台灣 然後帶回台灣的時候 在機場會知道什麼 海關 海關呢 比較好警察性 就比較好警察這些 打開後看到 像這個牌子 然後看到上面的數字 眼鏡 然後大發說 這是什麼 這 這不就是一塊珍珠房嗎 沒有 我們就跟他解釋 這節目效果 後來就順利過關 可是有一件事 解釋得很肥油 其實我們那時候去印尼 是二月 二月的時候 印尼每天都會下午 可是總決賽那天 從早上到晚上 都沒有下午 這對我來說 非常的重要 為什麼 因為表演直升機需要在戶外 如果下雨了 那我就不可能表演 然後那天晚上八點的時候 我看到天空有美麗的月亮 表演完後 先進到攝影棚 進行頒獎隔離 頒獎後呢 我想要去外面看一下直升機的狀態 正要跨住攝影棚的門口 那一刻突然間 哗啦哗啦開始嚇 而且不是 一滴一滴一滴的嚇 是一大坨一直嚇 蹦蹦蹦一直嚇到我臨寸 我就想天啊 如果這場雨提早 那麼一個小時下 我就不可能表演 沒有表演就不能挑到冠軍 所以如果今天幸運真的存在 那我相信它一定是來自於 三個階段中的最後階段 這個階段分別是 智住 人住 天住 所以現在的作用你是 就是越努力越心運 越善良越心 一個人可以走得快 但是如果你要走得很遠 你需要一群人來幫助你 好 接下來 你們想要聽我演講 還是先看一個表演 看表演 可是這表演需要所有人的協助 可以嗎 可以 可以喔 攝影師你可以在這邊嗎 好 那大家呢 先稍微站起來活動一下 不要離開作為 好 這個模式呢 需要用你們兩隻手 現在呢 我做一個 我做什麼呢 你們就跟著做什麼 來囉 大家有點慢 大概慢了20秒 好 再快一點囉 我完美怕 好 接下來 連續30秒 回去後我要跟我爸媽說 爸媽我今天也想搭起力補充 好 跟著第一個模式有沒有自願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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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